断头台这是菲利非常擅长的断头台 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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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小伙汉地拔松用出断头台 好奇对手脑袋让他动弹不得 让现场观众直接看待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这场比赛是中国大战菲律宾 现在我们眼前这名选手啊 就是来自菲律宾的POCC冠军杰西保罗 此人的大赛经验是相当的丰富 所以他也是打算趁着中国拳台飞速发展之际 来中国拳台捞点钱 不过挣钱可以啊 赛前他疯狂羞辱中国选手 这就让人忍不了了 所以本场比赛中方派出了草原骄子阿里腾黑力前来应战 阿里腾有着天生神力 双臂力量大的精神 所以我相信这场比赛阿里腾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小的视觉中击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他的精彩表现 那好的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 这一场中非大战已经正式开始 那场上红方选手黑色全套的 就是咱们的中国草原骄子 阿里腾黑力 另一边这个蓝方选手黑色短裤的 就是杰西保罗 那现在我们看到两名选手的这个身材 都是非常的壮硕啊 身体看起来非常的结实 那现在阿里腾也是一直在寻找机会 一步步的试探准备向前进攻 现在阿里腾黑力呢 现在是非常的保守 不着急在一直的试探 然后挨到了对手的一个重扫踢之后呢 也是表示出无所谓的这个表情 迅速刚刚组织了一次进攻啊 闪电一样的快 而且阿里腾黑力对于杰西保罗 这样一位全面的格斗大师 毫不畏惧 可以说是能够站立 跟杰西保罗对拼 有很多的摔跤手在转型MMA之后呢 有的是更加偏于缠斗 有的呢 因为深知自己身后的缠斗的功力 而有的选择 选择跟对方站立对拼 刚刚黑力啊 这几个后手中拳 也是有打到对方 然后有一点优势 杰西保罗是非常的警惕 优秀的摔跤手 然后转战MMA比赛之后呢 非常让人这个觉得敬佩 就是他在比赛过程中呢 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来依靠 自己的老本行就是摔跤 我们看到阿拉腾 那赛前的时候我们说过 阿里腾黑力是天生神力 双臂力量是大的惊人啊 因为他出生在草原 从小吃肉喝奶 身体是相当的壮士 而且家里有很多的牦牛啊 山羊啊这些 他也从小就和他们练习摔跤啊 时不时的就打在一起 而且小的时候啊 恨不得就睡在牛圈里面 所以说也就练就了阿里腾 这一身的神力 而且我们看不仅阿里腾的拳法 很强力量很大 身法也是相当的灵活呀 这些保罗想要出拳去打黑力 但是完全打不到 灵活的走位 一下就弹开了 阿拉腾黑力上位 这个时候黑力要小心 因为看到杰西 有点赞的 阿拉腾黑力要小心 嗯 关注手 这些是 我就不过 我打算 这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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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